同学们,还记得界面活性剂的构造吗? 这种构造的分子具有什么特性呢? 界面活性剂的清水基和清油基一定会发挥功效吗? 我们能不能设计一个简易的实验来验证一下呢? 为了达到绿色化学的减费与减量精神 接着,我们将以微量药品为设计出发点 设计实验来了解界面活性剂的效应 在设计一个实验时 首先要订定实验的目的 本实验目的是 了解常见界面活性剂在油和水互溶时的作用 和硬水中钙离子与鎂离子对不同界面活性剂造成的影响 确定实验目的后 接下来要选择实验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要选定哪一种物质 来代表不同的物质或界面活性剂进行实验 想一想,哪些界面活性剂是随手可得的? 你想到了吗? 吸收乳、洗碗精、洗法精等生活中常见的清洁用品 都是随手可得的界面活性剂 而这些界面活性剂都是由石化原料制成 因此属于合成清洁剂 肥皂是另一类界面活性剂 是由天然油脂和强碱、氢氧化钠作为原料而制得 市面上的香皂、钓皂、肥皂丝等都属于肥皂 选择肥皂和合成清洁剂为实验对象后 接下来要思考实验的方式 想一想,想清楚看到油和水的界面变化 可以做什么设计? 你想到了吗? 可以加入颜料将水溶液或油溶液染色 以便能更清楚观察界面的变化 本实验的药品包含蒸馏水20毫升、肥皂水 或以硬脂酸钠溶液代替12毫升 稀释洗碗精12毫升 染红色的沙拉油14毫升 0.1M氯化钙溶液4毫升 和0.1M氯化镁溶液4毫升 本实验用到的器材部分 共包含滴管6支、试管7支、试管盖7个 试管架以及搅拌棒7支等 接着来进行实验吧 本实验的目的是 测试肥皂水和洗碗精在油水护溶时发挥的作用 和在硬水中的效果 我们可以把实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肥皂为主角 先取四支试管A、B、C、D 分别加入蒸馏水6毫升 蒸馏水2毫升 氯化钙溶液2毫升 氯化镁溶液2毫升 接着 于B、C、D试管 分别加入肥皂水溶液4毫升 再于A、B、C、D试管 各加入沙拉油2毫升 用玻璃棒轻轻搅拌后静置3分钟 观察颜色及分层情形 并拍照或记录下来 A、试管未加入肥皂水溶液为对照组 上层是红色的沙拉油 下层是蒸馏水 我们发现 只有试管B的溶液完全混合成红色 并产生泡沫 肥皂液发挥了界面活性剂的效果 使油和水可以相互混合 而试管C、D的上层 仍旧是红色的沙拉油 下层为白色混浊 也就是肥皂会汗水中的钙离子 鎂离子发生反应 生成白色的沉淀物 无法发挥界面活性剂的能力 接下来的第二阶段 是以合成清洁剂为主角 测试洗碗精在硬水中的效果如何 取三支试管E、F、G 分别加入蒸馏水2毫升 氯化钙溶液2毫升 氯化铁溶液2毫升 接着在各试管中 分别加入洗碗精溶液4毫升 最后再分别加入沙拉油2毫升 用玻璃棒轻轻搅拌后静置3分钟 观察颜色及分层情形 并拍照或记录下来 我们发现 试管E、F、G 全部都混合成红色 并产生泡沫 这表示清洁剂在钙离子 鎂离子存在时 仍然不受影响 持续发挥界面活性剂的效果 以下四个问题要请同学思考 首先 界面活性剂是水溶性 还是油溶性呢? 为什么? 答案为两者都是 因为有清水基可以溶于水 也有清油基可以溶于油 哪些试管含有硬水中的成分? 该成分是什么? 想到了吗? 我们可以观察 试管 C、D、F、G 其中C、F中的钙离子 与硬水成分相同 D、G中的鎂离子 与硬水中的成分相同 哪些试管中有沉淀物? 该沉淀物的成分是什么? 试管 C、D有沉淀物 肥皂的成分为硬脂酸钠 溶于水后会解离出 有界面活性剂效果的硬脂酸根 试管C的沉淀是钙离子 和硬脂酸根反应生成的 南溶性脂硬脂酸钙 俗称钙肥皂 试管D的沉淀物 则是硬脂酸链 俗称链肥皂 为何硬水中不适合用肥皂清洗衣物? 因为肥皂中有界面活性剂效果的硬脂酸根 已经和硬水中钙铁离子生成难溶性沉淀 所以肥皂在硬水中不起泡 无法发挥清洁衣物的功效 本实验药品虽然没有毒性 但为了落实绿色化学精神 请同学确实依照画面的实验废弃物处理方式来处理 完成界面活性剂效应的实验后 最后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 界面活性剂具有清水肌和清油肌的独特结构 使它既是水溶性也是油溶性 肥皂及清洁剂可以使油水的界面消失 使两者均匀混合并起泡 硬水的主要成分是钙离子与镁离子 和硬脂酸根会反映生成硬脂酸钙与硬脂酸镁沉淀 肥皂在钙离子与镁离子存在时 无法使油和水护溶 且会在室管底处生成沉淀 而清洁剂在钙离子与镁离子存在时 仍可以使油水的界面消失 使两者均匀混合并起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